记者廖书林云林报道,眷村妈妈顶着艳阳帅机时,写切方刚的军人与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偷偷摸摸谈恋爱,亲书还要寄到隔壁阿姨家才不会被发现,胡伟建国眷村今天首度以聚城市导览,带领大家重回1989。 为了让学生能深刻了解眷村文化,胡伟科技大学休闲游气系,结合胡伟建国眷村再造协会自然生活工方安排一场别开生面的剧场式导览,让学生用眼的带大家参观胡伟建国眷村,充现电视剧一把亲的场景,还有学生穿旗袍的模样,有如剧中师娘们现身胡伟。 女星杨锦华主演公式戏剧一把亲眼火剧中师娘的戏,备受网友注目,今天胡伟建国眷村也来了一群师娘,原来是虎科大休闲游气系学生剧场式导览,陪伴眷村就著名回味,身为眷二代的鲁云香,梁伟珍还要大家排排站,说祝福的好话,就能领到红包,让眷村洋溢新年的喜气。 虎科大休闲游气系专任教师李延吉指出,此次活动原本是学生的专题报告,其中有学生因为参加过建国眷村保存运动,希望扩大到社区,才催生此次剧场式导览。 而1989年就是建国一村全盛时期,当年著名最多才以此命名。 学生用新规划剧本租借旗袍等服装,还找来眷村著名协助提供场地,其拿手眷村菜,找来大伙儿回到活动中心。 重温1989年的眷村风华,罗阳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何美慧也专程前来观摩,未来民众若想参观建国眷村可联络自然生活工方05-6339669,但只接受预约导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